在现在中国社会这种情况下面 由于国际化的程度的加深 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商业 在政治 在其他文化各个领域的交流当中 大部分情况下 很多人在与不说中文的人士交流的时候 已经不需要使用翻译 但是在有一些场合的时候 比如说商业谈判 由于它涉及到需要非常精确 非常准确的语言的表达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的语言交流 可能已经达不到这个标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必须还要使用非常专业的翻译人员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一些比较正式的政治场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本人是有一些 在政治场合作翻译的这么一些经验 虽然有的 比如说国家领导人 比如说一些政治人物 虽然他能够用 比如说用英语 很流畅的表达他的想法 他的这个思想 但是因为作为一个一定层次的国家的政治人物 他必须要考虑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 包括他所代表的这个民族的文化 所以说在这种场合下面 他即使他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 比如说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他也应该用本民族的语言 去跟他的这个来访的外宾进行交流 这样的话比较更加符合国际惯例 或者说更加符合这个特殊的政治上的需求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